内联头是属于我们的门、大门口 大门口之外还有房门口都属于门 门口有时候刚刚那年那些坏的声音 都会影响了那人住的不安宁 另外就是大窗 大窗原来都是我们说的风水里面都是入气口 而这些入气口如果那年入了一些坏气的时候 你又找一些风水的东西催旺的话 整间屋的气场都处于低潮 令到整个屋人都可能是破灾日子 另外现在有些现代的露台 又是一些比较多的光线进来的东西 都是一些入气口我们的耐源头 另外还有一些比较小的 好像刚刚都说的 就是一些屋的形状又是什么形状 都直接影响了那些厨房、厕所的摆位在哪里 都会是令到这间屋会有些不同的好处 或者坏处在那里的 还有这个就是因为现代很多科学 和一个社会的进步之下 现在建屋的结构方面很多不同 有时你看一间屋 十层以内就一种设计 但是十层以上就另外一种设计 就是那个A、B座可以完全不同了 那个座向的 所以大家同学要看的时候 就要留心一点 究竟原来哪些会影响了那个屋的架构 都要小心一点 不是说我看了这个是这样 原来上了两层原来 为什么那个设计不同了 因为那些设计师将它转变了位置 或者扭曲了大门口不同了 连厕所厨房的摆位都会不同了 所以要小心一点 在这些位置上 那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 就是一个链头方面的东西 那我们给两张照片去看看 那个状况 这样 好像在这一张照片来说 如果一个链头的座方 如果刚刚有一件很大件事在那里 大维修 做工程的话 就会令到居住者很不稳定 或者睡不着觉 容易决定错误 或者有时会多了口角这些现象 都会因为那间屋是处于一个动荡状态 这种情形 另外还有一个章 去看看这章 这章有时说 我的窗看出去那里 原来那间屋看出去原来是一些烂的 一些水喉那些 都是属于骚髒的气场 也影响了人的心情 很容易就会有一种不开心 有一种低潮的现象 加上前面好像这类的 就会前面好像有一些 我们叫做冲杀 这些冲的直路出来的冲的气场 有时打风就会吹进来的时候 就会令到好像有些 类似一些我们叫做天斩杀的杀利走进来 这些都属于外链头的杀利 也令到屋云会有差的现象 还有这些我们叫做割杀 那如果你对着枪的时候 其实就等于每天都被一些东西 劈进来 所以如果同学 你要想的时候 如果原来是这样的 那可能我未必去租这个单位 或者未必去买这个单位 因为有时就是因为有些屋没那么好 所以才会令到 那个价钱便宜一点 所以买屋也经常说一样 就是最重要是你对不对用 还有是有没有得益 因为有时有些屋是没有得益的 买了之后可能还要输钱的 或者是比较惨的 所以有时候你见过那些个案 有时没有办法的话 可能就要选择搬搬 那这个就是外链头方面的影响 现在我们会讲一下 关于内链头的 内链头就讲了些什么呢 就讲一些屋的设计了 有时那些屋的设计会怎样呢 就像这个了 屋有时我们会讲就是 好像这些我们叫缺角 缺角现在这个位置缺在什么呢 就是东南位 那东南位是代表什么呢 东南位是代表长女的 那如果你买了一间屋回来 你缺角角明显缺得很多 在长女这个位置 那就是说进去住之后 那个大女就可能是没有那么如意 就是很多东西都有一些不差 会多了 这个就是因为缺了他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都属于屋里面的链头的布局 其中一种来的 那所以我们买屋好 做其他东西好 有时看看吧 因为原来我家里全部都是儿子来的 没有女的 那这个可能就涉及 就是那个 没有什么对那个屋里面的影响 那所以又没有问题了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分别之处了 那链头大约就会是这样了 接着我们再说回 刚才还有第二样 在原空风水里面 经常都要涉及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里气方面 因为链头这种东西 就属于是有气的 就是我们叫做有型 就是你会看到那件实物在你前面 或者有个藏角 或者有个尖角的杀利在里面 都属于有型的 或者前面有些摆设 古灵精怪的都属于有型 那无型的是什么呢 无型就是属于我们第二个部分 就是属于里气这个部分 里气是什么呢 就是说一些磁场 一些那个叫做隐蔽性比较强 因为很多人是看不到的 但是你怎么可以看到的呢 你可以买个指南针 如果摆在你的冰箱 或者摆在一些电线的旁边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个指南针 是会动动的 其实就是因为 其实我们肉眼看不到磁场 但是那些指南针 因为有磁场 有磁力的话 它就会动动的 所以正正因为我们有这个部分之后 就影响了 譬如我们每年 那些大门口 大窗 有些气场 有些人说 好的气场 不好的气场 那你可以每年 就有些我们叫做通省 你可以看一下 夏年可能是西面不好的 西面是什么不好 原来有些坏的气场进来 西北可能有个五黄 又是没有那么好 如果在门口对着他的时候 那你就会特别留心 究竟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把它化解去 如何减低去 除此之外 有时候 可能是厨房 或者是厕所 是进入这个位置的时候 会不会对家人的健康 很多东西的破财 或者感情上 其他东西都会有个影响 这个就是那些坏的气场 进入了房子之后的结果 所以在这个位置 大家要特别留心一点 就是原来我们在风水里面 有一些不好的气场 有一些无形的气场 而无形的气场 会转叉之后 破财 离婚 意外 生病 都会有很多在 有时候可能是 签合约 又签错了 或者是投资又失利 都是这种的现象 理气基本上 就会是说这一类的东西 另外 我们说原空风水 都要有些清楚 究竟我们原空风水做什么 其实就是刚才 理气的部分 继续了 理气就是我们有 一二三四五 五六七八九 这些 其实他们一直分开 分开做什么呢? 分开一个就是 阴和阳两个布局 单数就属于阳 双数就属于阴 而我们在哪里 会显示出来呢? 就会在我们排山的盘 和向山的盘的时候 他们会有什么现象出来呢? 原来他们会因为阴和阳的差异之后 有时候会顺飞 有时候会逆飞 在升盘里面 就好像我们现在看这个 这个款里面 这个叫做 一三五七九 一类别 二四六八十 就是一个类别的 其实还有一个十号星 它和五号星一起 都是放在中央的 那我们有一个 在我们那里 叫做 埃星图 其实就是说 我们这些数字 这些数字就是埃星图 有一个布山的局 还有一个布水的局 那我们现在 首先简单来说 这个四号星 是一个阴的数值 它的排列方面就是这样 4 3 2 1 9 8 7 然后它回到这个位置 那就排完了一个升盘 我们叫做 一种布局的升盘 另外一个 它已经是良数了 9号星 它9 9之后 下一个数值就是1 那就是9 1 2 3 4 5 6 7 8 9 其实同学 你都会留意的 其实全程都一样是这样排法 它就会1 2 3 4 5 500 5 5 9 1 29 许oul ити 其实就是这样排列出来的 当你一直学的时候 很容易懂的 这个不是太大难处 你可以跟着去学就可以了 到接着 我们就像这个 刚才你说的这个 又是一样的 这个是单数的 单数呢 这个就特别一些 这个是我们叫做原本地本 不同一些 是五毛星才会这样的 这个又是一个顺序 5、6、7、8、9、1、2、3、4 接着回到中央 就是五毛星的 那它们又代表什么 刚才有说过的 它其实会有分了这些 叫做五行不同的分别 那我们会是因应这个 不同的分别之后 它们有自己的颜色 譬如 如果是五行属金的位置 那些是属于黄色 亮的色水 属水的就是在北面的 北面就是白色 蓝色、黑色 都是属于它们的色 东北和西南都属土的 属于啡色 或者是深色、沉色 都是土的元素 如是者 到东南面就是属木的 木呢 我们一般就是绿色 这个绿别 全部都是属于它们的 另外南面 我们就会属于火的 这个就是基本的 那个风水图里面 还有我们的一般 我们平时的家居的时候 那个图像就会这样排列的 如是者 我们现在再看的时候 那个图像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是在这里了 它们好像刚才你说完这个了 它们会怎样呢 就是说 原来呢 刚才你说的金木、水、火、土 它们其实会有双生和双黑的 木就能生到火 火就能生到土 土又能生到金 金又能生到水 水又生回木 那就是轮回不断地生亡的 我们报风水局的时候 都是一样是用这些原理的 只不过它们就会有少少不同了 它们不会直接显示一些 金木、水、火、土 为什么会有金木、水、火、土 它们又没有了 那就会变成什么呢 变成了一些数字出来了 那些数字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里了 熟木的原来三号星和四号星 都是熟木的 这个八号星和二号星 原来就是熟土的 将来你在沿空风水里面 一见到这个星 其实你就可以分辨到 原来是熟土、熟金 或者熟水、熟火 一号星这个就是熟水的 那是它专有 那些数字是不会再转的了 那个数字也是等于它的熟性 六号星是熟金的 七号星也是熟金的 九号星是熟火 那这就是我们原来的 原来的基本数字的意思 那好像下一年 2023年就属于四号星入中了 四号星是熟木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种布局 去看整体架构 那现在我们看一张 又是我们刚才继续看的状况 就是当你看到那个星盘之后 其实它会什么呢 它就会变成 好像现在这个我们叫整个星盘 坐北向南的星盘就是这样 那这个三号星进来的时候 就是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二 右翻向是三 那这个就是我们叫向星的位置 向就是在右手边的 右手边这边就是向星 那坐星在哪呢 就是左手边这个就是坐星 坐星是因为这个四号 北面是四的 所以进入了中央那里 就变成四、三、二、一、九、八、七、六、五 这种组合就形成了我们的星盘那一图了 那你见到下面应该还有一组数字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八云 八云的星盘就是下面这个位置 当我们转了大云之后 它的星盘就会因应同时间也会转的 九云之后这个中央这个就变成九 现在这个八就怎么排法 就是八呢 它这种排法就是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个就是八云的基本的本来的 这个就是八云 在去到2023年之前 这个本也不会变的 2024年的时候 才会转动这个变成九号星入宗 就会下面这个我们叫地盘才会移动的 这个可以当作一同子去参考 当你知了之后 原来它有旺的 原来九号星旺的时候 就轮到旺火、旺红色这类别 都是它属于当旺的时候 这个就是整个架构了 如是者 我们去到这个叫做 当它看到这些升盘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其实它也代表着什么呢 代表着原来家里的哪个方位 都是在这个位置上的 比如这个方位 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北、东北 都是代表着一个方位和一些数字 到将来你熟一点的时间 其实我们有时是说 是用数字来代替也有的 在原封风水里面 刚才的架构是一样的 到了座北向南的时候 就是这种结构了 原来就是七号星向前面 那七号星是什么星呢 如果对白云来说是一种退气的星 那会影响什么呢 就是原来就是 当你的云星不是一个旺星的时候 其实不会有旺的气象进来 就是住在这里的人 普遍来说 运程都不是那么好 因为我们已经叫做退气星了 七号星是属于退气星来的 退气星在门口进入气口 也代表着这个屋运已经变差了 就可以用这样做定位 但是它的好的星去了哪里呢 原来它的八号星就去了背脊 但是背脊这个位置偏偏就没有枪 是一幅墙来的 也就是说 旺的八号星就没有气墙进入这里了 这变成最简单的做法就是 基本上是一个失运的单位 如果来到半段的时候 但是怎样可以令到这个单位 会比较好一点的话 接着我们就会用什么呢 就用原来八号星之后的黄星是什么呢 原来是九号星 九号星也是旺星来的 九号星可以用的 以及一号星在右手边那些 右手边就是属于向那方面的 在家居风水里面 就是说向星是用来做吸气口的 原来还有一个一号星在这里 一号星我们多数是一个厅这些位置 厅的位置做定位的时候 原来这里还有一个露台 我们就可以尽量用了这个位置 可能放一些风水盘 或者放一些风水柱 或者游泽养一些鱼 都可以令到那个气墙 我们找不到最旺的而已 我们可以找另外一个气墙 去帮助自己去生旺的房子 起码令到那些气墙 不要只有差 没有了好的 这个就是我们去风水布局上去做事的 作为一个简单去介绍的时候 翌日你看回我们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会明白一点 今次我们主要都会介绍到这个部分 大家去留意多些的时候 其实就很容易学到我们 原本风水里的特质了 主要都是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刚才我说的 一个就是那个叫做链头 另外一个就是讲理气这两个部分 就是我们风水里面的主要布局 而你明白了原来我看屋 不只是看屋里面的 原来要看屋外面究竟变成什么 或者屋外面那些有没有漂亮的山 或者有些树木会不会山得很漂亮 都会影响了屋运 接着才看屋里面那个 我们的内里面就轮到 看看屋里面的升本的排法 好不好了 那就会直接影响了整间屋的布局 所以当明白了这个之后 其实看风水就不会太难的 希望帮助大家去做这个事 我这次主要就分享了这么多 希望大家都学到一些东西 下次我们再去看看 究竟有什么可以分享给大家 谢谢大家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